這個雜誌,最常購買的雜誌部分 這樣的比例,百分比是多少的話 還有呢,人數是多少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查男女的話 男女的佔比,買這個雜誌部分的話 那其實如果要書納分析表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產生我們剛剛這個結果 這個最後做出來,你不能說拿剛剛原始資料這個 來做書納分析,因為書納分析這個查到的結果 可能你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做什麼 因為那邊都編號 所以呢,我們勢必就用這個最後的結果 再來就插入書納分析表 那大概每一個,比如說按照性別,按照年齡 假設我要希望知道呢 可能我需要兩個知道 一個是佔比,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各幾個,到底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比如我的客戶裡面到底哪個多 哪個年齡層最多 然後呢,還有其他的等等 也許加上你們問卷裡面一定會有這些欄位 那如果有這個欄位的話 你就可以馬上做一個佔比的分析 那這個分析的話,怎麼分析 比如說性別,你就把性別拉過來 然後再來就把性別拉到值裡面 那你會發現,這邊如果性別 假設它不是數字的話 一定就是算幾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裡面的話 佔比男生是88個 女生的話是62個 可是你想說,老師我希望看到不是幾個喔 我希望百分比,各佔版是多少 有沒有,如果你要希望各佔版是多少的話 那特別注意啊,你可以再到這個Sigma 這個值的地方旁邊一樣有個箭頭 有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值欄位設定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值欄位設定還蠻重要的 我們剛剛就是可以從這個地方去修改 比如說你要把它改成項目個數啊 或者其他的選項 那我們可以把它值欄位設定 預設,我們還是用項目個數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請各位注意一下 旁邊有個什麼,值的顯示方式 值的顯示方式 我們這邊就有個一般有沒有 預設的一般 那如果我想要改成百分比的話 非常簡單 這些改成什麼 這邊有個百分比嘛 按下去比較好 然後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要不改啦 假設我們今天按確定 欸等一下 沒有 那不是的話 值得還會設定 這邊百分比 這邊要改 這個如果沒有跟著動的話 那性別部分 基本上那個這個 其他的話應該不動 OK 那格式的話 底下有個數字格數 格式的話 就把小數點 不要的話 你就把小數點拿掉 OK 直接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就幫我統計出來 就是 修改一下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算出來就是 各佔多少 以100來算的話 那當然如果說 你想要再多一個欄位 你算幾個 除了百分比之外 旁邊呢 還要再增加幾個 其實一樣喔 你可以把性別再拉下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又多一個欄位了 OK 那當然上面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 等於是 除了可以看到百分比 也可以看到數量 OK 那這個是針對性別部分 其他還有 其他的欄位喔 不妨各位也可以 試著試試看 好像包含 就所謂的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月收入等等的 OK 這些都是它 同樣的做法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呢 就要再 針對喔 這個資料呢 我們 再切 108頁好了 後面其實 大概就大同 就是百分比 可以再把它 做出要的結果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假設 還要把它 做出一個 統計的圖表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統計出來的結果喔 可以長得像 這個 108頁 這個是最後的ending結果 那當然有哪些的地方 差異喔 這上面其實 跟剛剛有點類似啦 上面 也是放個標題 不過標題的話 就不是重疊的 而是在上方 有沒有 剛剛是疊在上面 疊在那個會圖區上面 現在的話是放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圖例有沒有 圖例也是放在上方 剛剛是放在左方 另外的話呢 還有所謂的什麼呢 這個Y軸的標題 然後呢 這個X軸本來就有了 X軸跟Y軸的標題 另外隔線部分的話 它有那個主要隔線 跟次要隔線 全部都讓它顯示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該怎麼做啦 不過要完成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圖的話 需要產生哪些資料 所以其實大家直覺看得到 第一個 這裡面的話一定需要什麼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一定會需要 各個什麼呢 各個這個六標籤的部分的話呢 比如說應該放哪個欄位 還有呢 這個欄標籤需要放哪個欄位 那請各位可以試著 把需要的出門分析先完成 那再來試試看 把這個圖給做出來 請各位先試著完成 剛剛的這個百分比部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首先的話呢 我們需要統計哪些部分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 108月這個 就是最常購買 那你可以發現呢 打一個欄位 我們主要是針對呢 在這個 剛剛產生的這個資料裡面 欄位裡面應該是比較後面 在後面有個欄位 叫做什麼 最常購買 哪一種的設計雜誌 我希望喔 那希望知道一個訊息說 哪一個年齡層 喜歡的 會不會不同年齡 有不同的喜歡的差異 一定是不一樣啊 可是到底 年紀小的喜歡哪一種雜誌 年紀大的喜歡哪一種雜誌 我可不可以大概從 這個統計問卷裡面 得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應該怎麼做 首先一樣喔 我們在這個地方插入一個 這個 樞紐分析表 這個樞紐分析表的話呢 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看一下 針對這個資料 這個假設應該OK了 然後一樣的嘛 在這個地方 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 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統計的 假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它這個 底下應該是哪一些雜誌 然後 人數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佔比多少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產生像這樣的結果的話 第一個 你需要把最長 有沒有 最長 購買哪一種雜誌 拖拉到列標籤 那年齡的話 因為要教它分析喔 所以年齡部分的話 拖拉到這個藍標籤 OK 好 那最後 到底要統計什麼呢 他買了哪一種雜誌 他選哪一種雜誌 所以一樣 把最長購買哪一種雜誌 拖拉到值 那因為這裡面的資料 應該是文字 所以應該是技術 算幾個 所以你會發現 不同的年齡層 喜歡哪一種雜誌 的傾向都不一樣 那裡面一樣有空白資料 所以怎麼辦 選項裡面 一樣把入圍空白值 把它改為0就可以了 這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大概的 資料出現 那你會發現 佔比 比較年齡小的 15歲以下 最常買的其實是什麼 平面設計 跟什麼呢 空間規劃 現在 有可能 15歲以下 OK 其他的話 像這個包裝設計 是這個年齡 等等的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 數字出現 最後呢 如果我要比較 因為像這個數字 假設要能夠 比較容易理解的話 那最好的方式 還是把它做成圖出來 所以呢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樞紐分析圖 不過在做樞紐分析圖之前 先說一下 如果呢 我希望做出像我講義裡面 底下講義裡面還有做什麼 做交叉分析 交叉比對分析 那在 這個Excel的2010以後的版本 會有一個所謂的交叉分析器 有沒有在 這底下 你們可以看 但是因為舊版沒 舊的2007沒有的話 比如說性別 跟那個教育程度 還有像月收入 這些 如果我假設 舊的版本沒辦法做的話 那我該 有沒有辦法去做出 比如說我希望統計出 那個教育程度是 大專以上跟大專 月收入可能是在 這個3萬到5萬 那性別可能是女生 可能會有三個欄位的 篩選條件 那如果說 你是新的版本的話 你可以在 你的數量分析表裡面 有個交叉 插入一個交叉分析器 但是如果舊的版本怎麼辦呢 其實也做得到 它可以從哪邊做呢 特別是你可以從那個 這個叫報表篩選這裡 如果沒有沒關係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知道 教育程度 所以你可以把教育程度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 越收入越收入 你可以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來的話 性別 性別 你可以把這個性別 這個欄位 把它放進來 那 預設是全部喔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發現 其實根本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把它做漂亮一點而已 功能根本沒差別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教育程度 你可以點選 這邊不是有篩選的嗎 那如果你要多選 比如說它要 預先是全部嘛 大專跟大專以上 這兩個打勾按確定 有沒有 那如果是月收入多少 月收入要 五萬塊 多選喔 五萬塊跟三萬 三萬塊以上的 然後性別如果像是女生的話 有沒有 一樣可以做出結果來 所以以後喔 假如你是2007以前的版本 假如說 沒有那個交叉分析器的話 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報表篩選的這邊 一樣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漏斗有沒有 這個漏斗 表示說呢 你現在有篩選 有篩選 有篩選 那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這個漏斗有沒有 而且這邊有漏斗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把它改成全部就好了 按個確定 這個漏斗就消失了 有沒有 漏斗就消失了 所以這個漏斗 意思是說 你有做篩選條件 OK 也就是說有符合這個條件的資料 才會被顯示出來 如果沒有符合的話 那就不會被顯示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所以 假設啦 我們是針對那個什麼 設計類雜誌 誰最喜歡 年齡層在哪個範圍 然後呢 另外再針對 教育程度 月收入 性別 做進階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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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選的話 那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來完成 如果要移除的話 就把它改成什麼 全部就可以 按確定 全部 有沒有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漏斗都不見了 這邊也就不會漏斗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看到漏斗 表示說 我現在是有篩選的情況下 這個可以順便講一下 因為 我這邊有負個功能 但是喔 2007沒有這個功能 那就可能只能用這個方式 也可以達到我要的結果 那後面的話 請各位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這個最後的篩 我們來 就收入分析表 那一樣做個 收入分析圖吧 我希望你們可以 試試看 那個 因為剛剛有提過 你一樣 先用紙條圖 按確定 那一樣 這個 產生的圖表 它的 什麼呢 這個圖太小了 就一樣按右鍵 或者是 你可以找到移動圖表 這邊也有移動圖表 把它移到一個 新的工作表 然後第一步 這個把它關掉 第二步的話 然後呢 我需要什麼呢 上面多一個 這個上面有一個 所謂的標題 所以一樣 這個版面配置 上面的話 就增加一個所謂的 圖表標題 放哪裡呢 圖表上方喔 特別重要 這個是在上方 那名稱的話 你就自己再把它打一下 這個叫什麼 最常購買哪一種設計 雜誌 文明 這個自己打一下 因為這個字滿多的 再來的話 把圖力有沒有 放在上方 所以這個圖力部分 本來是右方預設 把它放在上方 把它放在上方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什麼 這邊 有個人數有沒有 左邊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 108 108 人數 這個人數怎麼做 這個人數 其實 我們可以用什麼 所謂的 應該是什麼呢 坐標軸標題 我們剛剛是圖表標題 坐標軸標題 那這個應該是哪一個呢 是主水平還是主垂直呢 應該是什麼 垂直的吧 那要不要 預設是沒有吧 那我們是什麼 欸 要不要旋轉 應該是垂直吧 人數 所以你垂直標題 有沒有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就輸入什麼 它會出現字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 輸入人數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多出一個垂直的 欸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就有人數了 那字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有沒有 這個 可以再把常用裡面的字 看要放到多大 16 OK 大家要至於它顏色換一下 這個是可以在 這個地方是版面配置裡面的 座標軸標題的 啊 什麼 主垂直 的什麼 主垂直 軸標題 的 垂直標 那因為 也是一樣啊 可能不同版本 我這邊是放版面配置 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們是不同版本 一定也有 只是 又要稍微找一下 OK 所以它自有的時候 每次都玩那個大風吹 每次都吹到不一樣的位置上 這也是蠻麻煩的 但理論上 名稱我想應該不會變 其他的話 底下名稱啊 字的大小 還有就是說 它背後隔線 隔線我想剛剛也做過 主 兩個都要 主要次要 那 隔線部分 吹石也兩個都要 那這樣就把那個隔線畫出來 這樣OK的 不過我後來發現 其實像這個 圖表 這個 這個圖的話 其實感覺這樣呈現 等於是好幾個 直條圖 這樣 呈現好像沒辦法把比例 給呈現出來 所以 我覺得應該可以變更標題 也許用什麼百分比這個 百分比的這個 堆疊 直條圖 來表示好像會更加的清晰 而且比較容易明白 因為它有點像是 總共就這麼多 那多少顏色馬上一目了然 會比你弄好幾個直條圖 我覺得會比較淺顯易懂一些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再試著 利用那個所謂的變更 在設計 設計裡面有一個 變更圖表類型 然後你可以試著把那個裡面 常用的幾個 這個圖表 試著把它變化 看看 用不同的 這個圖表類型 可以呈現出最好的效果出來 OK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 這些 底下的話 我是有做一些 一鍵完成的 不過像 113 這個值 也是大概就讓大家知道 113也有 那個 一鍵完成 這什麼一鍵完成 這邊有兩個按鈕 什麼按鈕 再來如果說 看一下我這邊應該是 有做好的 這個 VBA部分 這個是用VBA做出來的 這個 剛剛有開起來 很多動作網 如果你什麼都不想動 就一個按鈕 你會把他按下他 像這個就是 總共有14個欄位 但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他 他就全部OK了 就像這樣子 一鍵就完成了 然後如果他清楚的話 也是一鍵就清楚了 有時候如果你資料變更了 前面資料換了對不對 那你就是 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會直接按一個按鈕 那資料就OK了 甚至喔 後面其實可以做到 大量樞紐分析自動化 其實可以的 只是還是需要學習 VBA部分 OK 大概指個方向 因為畢竟我們 會有時間限制 之前其實我 前一期的課程是有講 但我發現效果不太好 因為大家會聽不太懂 所以我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有把那個城市 放在雲端白板 的進階班 那這邊如果我看一下 我們是 這個叫市場 調查分析吧 那至於那個 剛剛講那個 那些城市 應該我有把那個 做好的城市 都放一份在這上面 這邊 這邊其實有 VBA 在這裡 剛剛這裡 有沒有兩個按鈕 就兩個SUB 其實你一樣 把這個兩個SUB 貼到模組裡面 就可以直接RUN RUN出來 就是剛剛這個效果 那至於呢 如果你想要做更複雜的 這邊底下還有 就是 樞紐分析表的聚集 就是樞紐分析的自動化 其實可以做到很多樞紐自動化 等於你如果每個欄位 都要產生對應的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話 其實是可以一鍵完成的 那至於細節部分 這邊有一些程式碼 但其實蠻難的 因為很難 所以我就放在這邊 給各位參考 如果有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也許可以自行再參考看看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圖部分 先完成看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再來看其他 好